大家好我是熊喵的Rudy 這一次要跟大家討論的話題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圍繞著三個字 豬隊友 大家應該都聽過大部分的媽媽 在形容自己的另一半的時候呢 很容易用這三個字 例如 我家那個真的是豬隊友 叫他做一件什麼事都做不好 又或者是 每天回來就說很累 我在家裡顧了整天小孩 還是要做一大堆事情 真是個豬隊友 以上的豬隊友其實都是在講自己的老公 好 那我也身為別人的老公 我也身為一個新手爸爸 其實有時候呢 我要幫男生說點話 豬隊友這三個字當然 有些時候是我們做的不對 但有些時候呢 需要女人們多多體諒 甚至多多教導 所以我這一次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就是 我可能是豬隊友 但面對這樣的狀況 女生該怎麼辦 其實有時候呢 男人在外面工作真的是蠻累的 特別是 最常發生豬隊友狀況是什麼 大部分的女生都在家裡很努力的帶小孩 那男人在外面工作 我工作回來 我覺得我很累 我什麼事也不想做 遇到小孩 玩一下OK 但所有小孩的一切 我其實都不想管 這時候 你的另一半就生氣了 你為什麼都不幫忙呢 這樣可以嗎 對沒有錯 的確是不可以 女生們該怎麼樣處理這樣的麻煩事情呢 我的建議是 其實你可以多多教導她 我理解 當了一整天媽媽 情緒非常的低落 也很辛苦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候 為了另一半不願意做事 要嘛就是吵架 要嘛就是做得很差 那最後結果還是不好 反而很可惜 道不如耐著性子好好地教她 我舉個例子 像我就曾經跟我老婆說 某一些事情 我其實不太擅長 我也做不太好 那她就會 利用一些小小的建議 例如像 其實你可以把照片拍得很好 那這件事你應該可以完成 因為這對男生應該蠻簡單的 其實就像一個教小孩的心態來講 所以很多人會說 天啊 我生了一個兒子 但我家裡其實有兩個兒子 就是媽媽常在講自己的另一半 跟小孩 那我會認為第一件事 其實身為男人的角度 我也會希望女生多體諒我們一點 就是因為在外面工作嘛 比較累 但是我知道媽媽家裡也很累 所以這個時候呢 女生們只要把另一半 當作小孩子一樣的 跟她解釋 教她 然後訓練她 我覺得結果就會好得多 這是第一部分 充分的訓練 也可以讓女生們 減少租隊友這樣麻煩 第二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鼓勵 為什麼會說鼓勵呢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大家都一樣是大人 為什麼要鼓勵呢 我其實看過很多夫妻爭執的例子 因為我們自己也在媒體工作 所以我也採訪過很多的例子 其實很多夫妻爭執的重點 並不在於事件本身 而在於什麼 一種情緒 一種feel 那那個feel 只要壞了 就一切事就變得更糟了 那我理解 其實女生整天在家裡帶著小孩 非常辛苦 身為新手爸爸 我也體會過 24小時帶小孩的感覺 我知道女人偉大 但我相信 在這個麻煩的時刻 我覺得女人的智慧其實更多 所以我認為說 其實呢 我也會建議就是說 其實鼓勵方式是最好的 例如說 她今天做了一件事 說實在的話 她做得不夠好 但你可以跟她說 爸爸你今天做得很棒 我覺得 某些時候當然你會覺得說 我已經夠累了 我還要再講這件事 實在是太不合理 她應該要自己會做才對 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把這件事情搞得很快 其實在紛爭上 對事情並沒有幫助 所以如果能用一種 小小的鼓勵的方式啊 其實我覺得第一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再來呢 又可以讓事情變得更好 更大的重點是呢 當男人被鼓勵了 她下次就會願意再繼續嘗試 意思就是說 你鼓勵的越多 她嘗試的越多 女人們就越輕鬆 好 這是我的重點 其實有時候 遇到一些事都一樣 有時候一開始事情做不好 然後你罵她 她就覺得很煩 對不對 但如果說你鼓勵她 或是你幫她 某些時候她有了成就感之後呢 她就更喜歡研究 也更想做這件事了 所以這就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對我而言呢 另外一個很還也是很重要的邏輯就是啊 其實女人們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帶小孩很累 但說真的 你要輸給她聽 像我自己是男生 我在外面工作 我其實對於家裡的事我並不理解 我只知道說 哇小孩整天在家裡有很多事要做 這個我大概懂 但是我不曉得多忙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告訴她 今天家裡遇到一些什麼樣麻煩的事情 你也可以把小事劃大 那我認為呢 只要你好好的跟她解釋 跟她講這事情的重要性跟麻煩程度 其實她就會更願意來幫你解決這一切事情 那以上是我個人對於這個 男人 成為豬隊友這個 該怎麼辦 或是你猜你的另一半 有點像豬隊友的感覺 女人們該怎麼解決 那對我而言呢 接下來更多親子的話題 其實我不斷每天都在搜尋 很多親子的網站 我也想要努力成為一個好爸爸 那我也希望說 希望藉由熊喵這樣的一個機會 讓大家在影響力頻道上 可以看到有更多變化 原來熊喵不是只有吃喝玩樂 其實親子各方面也很有趣味 那我是熊喵的Rudy 接下來如果有更多親子的話題 我也希望我們一起來分享 一起討論 畢竟這種事情呢 其實未必有一個真理 但是我們能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法 才是最棒的一個選擇 有關於親子的話題我們下次見 moder四… Independent 誰… 家人很重要 甚麼 fan